大家好,我是刘真 今天还好吗? 3月25号 之前已经习惯了每天帮张宋文和高野拉票 突然这个活动结束了,还有点失落 这就都快练成灌口了 上来就号召拉票 没票可拉了 暂时现在也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投票 但是张宋文本人也说 他对任何的投票都不是很在意 我觉得也是 他这个岁数 他已经和他这种性格 他不会太在意这些东西 所以作为大家 作为支持者 也没必要太在意 这件事情呢 已然如此了 投票结果也出来了 而且不管他背后有什么样 什么样的操作 有什么样的故事 都让他过去了 我们表达了我们的支持 我们做了我们该做的 我们一起打过这场仗 就算了 然后接下来 我们继续支持我们喜欢的演员 我们继续支持他们的作品 他们的好作品 说白了就是从本心出发 从自己的这个喜好出发 从产品的质量出发 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是有一致的审美 而不是说疯狂的去迷恋 某一个人 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也不是那个年纪了 所以 爱豆的归爱豆 流量的归流量 让他们去 在他们的这个世界里头继续 继续happy就是了 井水不犯河水 我们各自有各自的生活 也不要再吵了 没什么可吵了 大家也不要生气 昨天我是挺生气 但是也说了几句发泄一下 也就这样了 让它过去吧 我们继续支持张聪文 继续支持我们的好演员 昨天下午 我买票去电影院 看了张聪文和白客 这个苗苗 演的这个最新的电影 叫不止不休 其实这已经是三年前的电影 这是十个三年 正式走入院线 然后因为张聪文的爆火 张聪文也被作为一个 主要的宣传的点来宣传 影片的影评和感想 我暂时都不说 因为我希望更多的人 能看到这个影片 然后咱们回头再说 有些质感我是很喜欢的 具体的事情 咱们后面再说 张聪文的这个戏份 没有传说的 传说中的啊 就两三分钟那么少 但是也没有这个 你想象中的 会有大篇幅的 以他围绕他 来讲述故事的 这个分量 反正大概出场时间 十几二十分钟吧 值得一看啊 张聪文还是在里面 是非常有亮点的 监制是贾唱科啊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导演 所以这个剧的这个 质感就非常有 贾唱科的那种风格啊 喜欢贾唱科的朋友 看到这个 这个影像啊 就会很有感触 所以大家赶紧啊 买票去看电影 去支持一下 不知不休 去支持一下张聪文 这个片子 我昨天看了一下 这个猫眼那边 预计票房 大概也就是 五六千万的样子 然后现在 今天其实排片 比例是不低的 大概在11% 但是他票房占比 是相当低的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如果你排了这么多的片 但是却没有人 没有那么多人来上座的话 他们第二天的排片就会缩少 会排的越来越少 昨天下午我那一场 一共一开始就我一个人 后来又进来一个人 一共两个人 虽然是个小厅 但是一共就两个人 这样的上座率是肯定不行的 所以大家啊 我们现在这个该投票 投完票了 有时间的话啊 走出家门啊 去电影院里头支持一下张聪文 今天就是考着大家去看一下这个不止不休 谢谢大家